咱们接着讲 古朴 精品 这一局黑方还是单踢骂 红方改成横拘 下面黑方一一代老 那这样对了太吃亏 所以形成霸王局 古朴的精髓是中残局 开局部分不要过多纠结 因为侧重点不同 黑方平炮量居 红方进马 要踹中阻 黑方就高居宝 再进马 黑方不敢打 卧槽杀棋 但是红方要打黑方 所以只能退马 交换以后 还有一个 这样没办法了 抓紧禁足 准备平居珠霜 那这个来不及 浸泡以后 扶 炮下底 代替狼 不管进马 还是退向 我跑杀棋 所以这个时候 黑方只能进马 下面原谱走的 异常精准 浸泡 浸泡 吊杀 黑方只能进士 进马一将 将骑不来 只能平 然后杀棋 好 咱们回到这个节点 那进居不行 进足怎么样 顶住马 红方上马 叫杀 黑方也只能退马 平成弹子炮 这个红方怎么攻呢 哎 进居 还是叫杀 也不敢打 这边一样杀 所以黑方只能进居 保这个炮 先把这个炮 给消了 黑方还是不敢打 红方有什么手段呢 扶进居 给吊住 平炮 就绝杀了 所以这个马 必须跳出来 有根啊 但是 红方直接砍 还是不敢打 挂脚 平炮杀棋 不管也不行 有一个进炮 进居 双胶杀棋 一旦进了炮 再平降 进居一降 侧面虎 所以说 在这个时候 只能先平降 红方 就平炮 反正不敢打 这个要杀棋 尽将没用 一招逼命啊 所以黑方 无奈只能回去 进马 然后 杀棋 好 咱们回到这个节点 刚才讲的 红方是进马 古朴 是杀法大权 穷尽 各种杀法 在这个地方 原朴 又提供了一个 新思路 那黑方 当然是 平居一队 一役代劳 然后退炮 要来打这个鞠 红方 竟然是上马 黑方一看 那我平炮打你鞠 你只有一个点位 上马 上马 怎么感觉得子呢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如此风平浪静 红方 直接下手 那这个黑方 肯定要干掉 然后浸泡 掉入这个鞠 这个马不吃 白不吃 红方 进鞠 捉炮 炮被掉住了 是亚根 黑方一看 可能都笑了 我再干掉一个马 还打着你的鞠呢 红方 浸泡 拿黑方 再傻 逃炮也没意义了 最后一搏 进马 踹弓炮 然后 拜拜 拜拜 拜拜